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三个问题 想讲一下李鸿章对于轮转招生局局务运作模式的设想 对于局务运作模式的设想 那么这个史学界有很多学者都认为 这个官渡商办是在洋务运动当中新出现的一种经营方式 那么其实呢 官渡商办并不是在洋务运动当中新出现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在前面曾经讲到过 就是早在清政府的传统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矿场政策当中 就有过官渡商办的形式 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讲过 那么但是在洋务运动当中出现的这个轮转招生局 那么确实是采用过 采取了这种官渡商办的这种形式 采取了这种形式 那么这种官渡商办的运作模式 基本上是由李鸿章来设定的 那么这个学界一般都认为 说轮转招生局采取这种企业的经营形式 那么主要是表现的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李鸿章向轮转招生局任命总办会办 那么李鸿章采取这种形式 就是为了达到呢 油官总旗大纲查旗立并 而且李鸿章提出来 所有盈亏 权归商任 与官无赦 他们认为这样 李鸿章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李鸿章为轮转招生局设定的一个运作模式 那么但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应该说还是有不同的有差异的 那么很多学者认为 李鸿章向轮转招生局委派这个总办人员 是作为官府对于轮转招生局进行监察的 因此那么学界对于李鸿章这个做法 对于李鸿章向招生局委派总办人员 对于这种做法 给予了很多批评 批评的这个成分很多 那么我对这问题的理解是这样 李鸿章向轮转招生局委派总办人员 当然具有是吧 清政府或者清官方对于轮转招生局进行监控 具有这种色彩 具有这种意图 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为什么 那么我可以讲这么几点理由 那么首先一点 轮转招生局在筹建初期 我们前面讲了 李鸿章曾经多次向轮转招生局去电波关款 就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向轮转招生局 是吧 电支了很多关款 那么李鸿章对于这笔关款的这种安全 他就负有一种政治上的责任 是吧 李鸿章就要考虑 这笔关款 它的用途是什么 是吧 这笔关款能不能够很安全的来还稳 来归还清政府 那么清政府能够不能够获得相应的一些利润和利息 那么作为这个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他的各种事务很多 他当然不可能亲自去过问这个事情 亲自去过问这笔关款 到底去用什么 是吧 能不能够获利 是吧 这李鸿章呢 他不可能亲自去监管这些事情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李鸿章去任命一个既被商人所信服的 所信赖的 又可以对自己或者对清政府来负责的这么一个人 去监管 去管控这轮上商商局 防范一些不法的商人 去侵吞这个局产 是吧 迎死舞弊 防止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法的商人呢 去侵吞 轮上商商局的资产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这么一个好的选择 是吧 就是李鸿章 富有保证关款这种安全的这么一种责任 从这个角度上讲 那么他需要下轮上商商局委派总办人员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前面讲到了 清政府向轮上商商局 一共拨了关款达到190多万两 那么作为清政府的大员的李鸿章 他就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什么思想呢 既出关款既有关权 是吧 既然清政府借了这么多钱给轮上商商局 是吧 那么官府对于轮上商商局的运作 自然就有他的一些权利 自然会产生这么一种思想 既出关款既有官权 那么官权的表现怎么表现呢 官权的表现形式之一 就是需要由清政府自己出面 来向轮上商商局委派总办人员 那么清政府向轮上商商局委派总办人员 具有双重的性质 一个实质性的 就是派一些人去监管轮上商商局 另外呢 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 就是由清政府出面 或者由李鸿章出面 向轮上商商局委派总办人员 表现出或者象征着清政府他的一个权利 既具有一种实质意义 又具有一种这种象征的意义 那么另外 轮上商商局还获得了清政府给他的一些特权 关于这些特权 我们以后会讲 一边讲一些货物的运输的一些特权 一些免税的特权 那么既然清政府给了轮上商商局 以一定的特权 那么因此清政府向轮上商商局 去委派总办人员 那么作为清政府来讲 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那么轮上商商局并不是一般的企业 那么轮上商商局的 他的经营状况 发展的前景怎么样 那么在很大程度上 是关系到了国家政治 关系到了国际民生 就是轮上商商局的创办 是关系到了国家的利益 因此清政府对于轮上商商局 他会给予必要的一个关注 那么李鸿章曾经多次讲 说轮上商商局之社 元期收回中国利权 徐途自强之计 那么他还讲 说希望通过开办轮上商商局 为中土开此风气 见收利权 就从李鸿章这些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 他是希望通过创办轮上商商局 那么对外来争利权 这种思想表现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清晰 那么李鸿章多次讲 说设立轮上商商局以后 不但述使我内疆外海之力 不致为洋人近战 就是内疆 长江内河 外海不至于呢 完全都被洋人所占据 是吧 而且可以使清政府 目前海运 故不至枯竭 其关系国际民生者 是非交险 就是清政府创办轮上商商局 对外可以从外商进行竞争 是吧 对内可以帮助清政府解决运输困难 是吧 说轮上商商局的创办 是关系到国际民生 跟国际民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因此从政治角度的层面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政治层面来看 清政府希望通过任命总办 对创办轮上商商局进行必要的 官方的一个控制 从国际民生 从政治的角度 那么清政府也是很希望通过 委派 这个总办 对创办轮上商商局加以 官都控制 那么当然 我们以上所讲的 这些种种考虑 是封建官府的 官方的一种思维角度 官方的一种思维模式 他不是近现代的 这种商业运行 企业经营的一种理念 那么这当然是一种局限 但是这种局限 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而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局限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 人们对于李鸿章 向轮上商商局 委派总办人员 人们的一种批评 我们讲他的批评 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是事情并不是像 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么清政府也好 李鸿章也好 出于各个层面的考虑 他们提出来 向轮上商商局 要委派总办人员 那么这是清政府 一种官方的一种思维模式 那么这种思维模式 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 李鸿章提出来的 有关总级大纲 查其立兵 那么对于这段话 对于这个思想 也一直是被史学界 所批评 所诟病 学界对于这句话 批评的也很厉害 那么学界认为什么呢 认为清政府和李鸿章 这样做 很明显是为了 把持商办企业 他的领导权 是为了把持 控制 轮上商商局的 这种领导权 是为了监控企业 是为了盘剥商业 盘剥这个商办企业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也想谈谈自己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么最初 朱祁昂在筹办 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他起草了一个 轮船招商局的一个章程 这个章程是这样 叫做大意在于官商合办 就是朱祁昂在筹办 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最初是想采取什么呢 官商合办的这种形式 怎么样官商合办 就是一个方面 近代商人 是直接投资于 轮船招商局 那么轮船招商局呢 来购买清政府制造的轮船 以清政府制造的轮船 以它的造价 作为一个标准 是吧 来折价 变成轮船招商局的股份 那么这样呢 就是由清政府 这个轮船的造价 作为一个资本来入股 那么商人呢 是直接投资于轮船招商局 这样采取一种 官商合办的这么一种形式 那么但是后来 朱倩昂发现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 并没有一定数量的船只 可以呢 入股轮船招商局 就是轮船招商局是无船可买 那么也说 轮船招商局 最初设想采取官都商办的形式 没有办法实现 那么正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李鸿章讲到这么一个问题 李鸿章讲说 目前既无官造轮船在内 自无庸官商合办 应 仍官都商办 李鸿章讲什么呢 就是现在啊 清政府没有船 和轮船招商局呢 进行合办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官商合办 那么就应该采取呢 官都商办的这种形式 那么从这个李鸿章讲的这句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就是李鸿章这个时候 虽然讲官都 但是他的主要用意 是在于商办 原来是讲要官商合办 由于清政府没有这个轮船 来入股 那么因此呢 要采取呢 官都商办的形式 那么除此之外 李鸿章 在以后又特别强调 他强调说什么呢 说鸿章招商局 既然并不是官办的 也不是官商合办的企业 而是一个官都商办的企业 那么因此官方 在鸿章招商局内的 这种权利是有限的 他不是完全是官办的 官办的 这官方的权利很大 因为他是一个官都商办的企业 因此呢 官方的权利 在这个轮船招商局内 是有限的 怎么有限呢 说他只能够总习大纲 查习利兵 那么对于轮船招商局的 一些具体的经营 具体的一些运作 听该商董 自立调义 就是听任这些招商局的商人 自己设立一个章程 所谓调义就是章程 干什么呢 以便岳福重商 就是由这个商人自己根据这个商业上的一些规则 他们制定一些章程 以便于岳福重商 使这些投资商人都感到满意 那么后来李洪章又多次强调 讲什么呢 他说 轮船招商局支社 系由各商几股作本 按照贸易章程 自行经理 他说讲什么呢 说轮船招商局 是由各个商人 自己几股来作为资本的 创办的这么一个企业 那么就应该按照贸易章程 按照商业运作的一些规律 一些办法 自行经理 那么他还讲 说乘以商务 应由商认之 不能由官认之 他说什么呢 说轮船招商局 是一个商业运作 商业的一种经营 因此就应该由商认之 由商人来去做 不能由官认之 那么也就是说 李洪章在这个地方 他所讲的 官都商办也好 这个由这个官府 总级大纲 查其利益病也好 就他的总体情况而言 他并不是代表官府 代表金政府 向轮船招商局去争权 而是什么呢 而是在适度的 向轮船招商局在放权 就是强调呢 需要官都 但是他更强调是要商办 所以由于原来是要想官商合办 那么既然是官商合办 那么清政府出了资了 是吧 那么清政府在这个官商合办 企业当中 他的权力应该是大的 由于清政府没有这个船招 入股招商局 是吧 就只能采取官都商办 那么官都商办呢 那么就更多的要把权力交给商人 因此李鸿章在这个地方讲的 是吧 这种什么呢 就是官府只能总级大纲 查其立兵 他不是在向轮船招商局去争权 而是在适度的放权 那么后来李鸿章确实强调过 说清政府对于这个官都商办企业 不能够紧紧的抽象的去讲 是吧 要这个这个总级大纲 要查其立兵 而是要切实的对于这些企业加以监管 李鸿章后来确实讲过这的话 那么但是李鸿章之所以这样讲 他不是他的一个本意 李鸿章后来为什么要强调 不能够抽象的讲 总级大纲查其立兵 这个和顽固派对李鸿章 以及对于轮船招商局的这种批评 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下面我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呢 那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在1880年11月 国子健的季九叫做王贤迁 就曾经上奏者弹劾这个 荣船招商局 他说 他说禁闻 说最近我听说 说禁闻 李鸿章是吧 请求把这个轮船招商局 局务归商而不归关 他说我最近听说了 李鸿章决定呢 要把轮船招商局这个局务呢 是归商而不归关 他说这种做法 必然会导致呢 局务 漫无前置 留弊不可胜穷 就会导致这个有很多这个弊端 这是王贤迁对于李鸿章和 轮船招商局进行了批评 那么清政府认为这个轮船招商局 既然是由李鸿章来这个提议创办的 那么因此李鸿章对于轮船招商局 这个局务 就是责乌庞贷 你是有责任的 因此清政府就命令李鸿章 就这个问题要明白回奏 你要给一个回答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李鸿章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所强调的 在商不在官 盖专止生意盈亏而言 非为局务 既不归官也 他讲什么 他说我所讲的在商不在官 是讲什么呢 是指的他们在生意上 在经营上 这盈亏而言 那么盈亏而言 这个商业运营 是盈利了还是亏损了 这个是在商不在官 并不是讲这个局务 这个整个轮船招商局的这个事务 都不归官管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但是他在另外一个负片当中 他又讲了一个意思 他讲什么呢 他再次强调 说经理商局 就是经办这个商业企业 近代的这个工矿企业 经理商局 与别项官市稍有不同 就是商业运作 企业经营和官市和官场上 这些事情和这个政界 官场 官局 它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不能够把官场 官局当中的一些惯例做法 运用到商业当中去 因此在这个负片当中 李鸿章仍然继续坚持 他的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呢 官方只能够中期大纲 略其细顾 就是官方呢 只能说宏观上做一些调控 做一些管理 略其细顾 就是鸿章仍然继续的一些具体运作 官府不能够过多的给予干预 那么从以上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